上帝的话语 还没有跟你分享上帝的话语之前 我跟你讲个小话 有一个小孩子 也不小大概十多岁的青少年 他叫小明 有一天他到族边 他就把面包丢在湖里面 在丢在湖里面的时候 忽然间有个仙女出现 有个女神出现 他就问他说 你掉了 你刚才丢下去的面包 是金的面包还是银的面包 还是普通的面包 小明就会拿到 是普通的面包 女神就说 哇你很诚实 我就把这三个面包都给了你 小明又拿三个面包 拿到三个面包 又再拿普通面包 就丢在湖里面 然后呢 女神也很不耐烦地说 你掉的面包是金面包 还是银面包 还是普通面包 小明还是回答 是普通面包 然后女神说 这三个包括银金 和普通面包都给了你 小明拿了面包之后 再一次又把普通面包丢进去 那个湖里面 这时候女神很生气 你这个贪心的人 丢两次还不够吗 就是让你神经病开始生气了 小明就不输他 就骂给他 你神经病啊 我要把面包丢去湖里面 这个贴切啊 有些人说 我都不需要你的帮助 我都没带你这样做 我们就不好做好人了 OK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帮助人 要帮助的得和死 我就是连续我上个礼拜讲的道 和那个西约的讲道叫基督的名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 承受更尊贵的名 承受更尊贵的名 刚才我们是有个testing 我们看看我们把那个灯光关掉之后 敬拜的感觉如何 然后牡堂已经是开始这样做了 这是有个理由的 通常很多现在的价位都把他的灯光 在敬拜的时候把它关掉 然后有一个眉光灯 我们这里没有啦 就是说过了年我会做一些effect 看能不能装一些光 能够转比较小的 比较弱的光 然后这样的敬拜当中 当然不是照样的气氛 不是知道就不要灰 不要就是知道 是因为在比较黑不打暗落的灯光下呢 我们比较容易释放 容易敬拜神 不会受到其他人的干扰 你不会去看别人怎么样 你会很专注的去敬拜神 因为这样的严酷 我们就把灯光把它弄给他没有去 刚才的效果觉得蛮不错的 我自己个人想觉得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我感受很好 很专心的 专注的来敬拜神 所以过了年我们有 过了年我们有 会装修 给那些还没有 你已经没有听到的 我们在建堂的当中 上个礼拜在分享之后 把这个信息我也放在母堂里面呢 总共三个礼拜总共酬到六百块 六百块的健堂基金 我们还少两千次 请你继续为这个健堂基金来祷告 如果你说牧师 我已经给了健堂基金 已经到三个月已经完了 我要继续可以吗 你可以跟我拿表格 然后你就体验一次过的 还是每个月分期付款的 因为经济不允许 我们会要建这个台 把这个管料 然后把这个 这个这样的导致 我两个装在这里 套在这里 然后我找两个sport 是那种的 霉光 能够它能转颜色的 然后放一个 我们放主题在这里 新年星 建立教会 是今年上帝给我们的主题 然后呢 液气啊什么 我们都可以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台我们就有台 能够降到 你看这里有台 可是没有用到 结果我们要站在这里 来降到 所以我们要建议把它 把这个建立教会 把它弄成 比较像教会一样 人来了 感觉 这次教会走 都是一个club OK 我们把慢慢的 一步跟我们一起重新 把这个建立教会 建立起来 所以 整个过程呢 包括这个台 大概要六千 六千多 六千多块左右 今天我目前 我们抽到了三千 三加六百 三千九 还差两千多块 所以你为这个 树木的祷告 或者你有感动 请你同心 特意跟我一起 建立这个家会 OK 不是你给多少钱 来决定你 你是这里的会友 但是呢 我却能够看到 如果你越有参与 给参与奉献的话 你就表明说 你跟牧师 就是站在一个真正线上 你是属于心感的会友 你参与这个 谢谢你的 这个支撑 OK 我们回到这个课题 产生更尊贵的名 我们讲到耶稣的名 三个礼拜我们讲的耶稣的名 是蛮有能力的 总共要在你生命当中 来影响 然后我讲了这个道课 然后我有一些兄弟姐妹啊 他就practice 去自行把 把耶稣的名 用在他自己的生活上 然后自己经历的 好 我还没有讲上帝的教授 跟分享这个系列的时候 可能我 韦伦你可以要不要不要分享 见证一下 上个礼拜你的经历 你这个应该给你一点 给你分钟时间 对吧 早 就是这样 上个礼拜 在拜几 拜三 然后我做工了 有一点累 所以那时候是我的休息时间 所以我就 走去我后面的那个 stor room里面就 休息一下 那你知道 休息了的时候 忽然间 感觉到有东西压着我 可是我记得是 before我休息的时候 我是开着灯的 but when they压的时候 是看到东西很暗的 要起来又不能起来 要讲话又不能讲话 要动又不能动 so 没有 紧张的东西 我只需要讲三个东西 三个字 那个东西就 不见了 我只需要讲 封耶稣的名 这样 我就 突然间 醒起来了 这很奇妙的 就是 我讲完奉耶稣的名 我的 电话的alarm 马上 响起来 就是想到很大声 就是整个人就 这样就死了 就很感谢神 就是 给我知道 耶稣的名真的是很 有能力 谢谢 阿妹 我鼓励你 耶稣的名并不是浪得虚名 耶稣的名并不只是过在口中的一个舞头套 耶稣的名必须跟你的生活有切切的关系和经历 如果你敢敢相信耶稣的名是属于你 耶稣的名能够发生 火销在你身上 任何神迹都会发生 我常常鼓励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我常常挑战他 如果你认为这个是难事 你自己都办不到了 你喊耶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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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经意到耶稣 你就能够相信耶稣 我不用逼你来信耶稣 你也说 我要相信这个耶稣 所以用耶稣的名 使用耶稣的名在你身上 今天我们来看 接下来看 我们今天主题是 承受更尊贵的名 我们来看 如果你有圣经已经打开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 我用圣经和荷本来读 神记在古时借着众先知 多次多方的小御先知 第二节 就在这末世借着祂儿子小御我们 又早已立祂为成圣万有的 也承接着祂创造诸世界 第三节 祂是神荣耀佛化的光威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祂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祂洗尽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第四节 祂所承受的名 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 就演超过天使 第五节 所有的天使神都从来对那个说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又指着那个说 我要做祂的父 祂要做我的子 第六节 再者 神指长者来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神的死者都要拜祂 我们来做个祷告 天父阿求主你打开你的话语的阿弥 让我们能够明白 让我们能够深深的去领会 和吸收从你的话语中被信心被坚定起来 然后灵灵被坚定起来 吃下天上的马那 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 让我们眼睛能够听到看到 吃我们收脚的心 让我们明白更多 耶稣的名 感谢家伙们你们吃祷告 奉耶稣的名 大家 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耶稣的名 比一切天上地下的人 任何人更尊贵 因为耶稣的名承受 比任何人 那从你看人类的历史当中 有人的名字而伟大有三个条件 你知道那个人啊 为什么那么伟大 名字的伟大有三个条件 第一 这个人的名字伟大是因为他承受这个名字 比如说有一个王子 他天生他的父亲就是 他的父亲他的 他的爸爸就是一个国王 所以他天生下来就是王主来的 王主的血口 所以他的名字比别人不一样 今天你还看到 一样的 同样的你看到 我们的最高年少的名字 也是很长很长很长 我们自己忘记找不到名字了 他的名字是不一样的 我们有读过他说我忘记了 所以他名字的不一样 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他承受了他的这个名分 第二 一个人的名字不一样 是因为他这一辈子有很大的成就 哥伦波 我们有哥伦波 哥伦波 我们有秦始王 他的成就 非比 所以他留下 名流秦始 名字留下来了 人家都认识他 因为他一生的成就 OK 第三 就是 他的名字 名副其识 比如说 如果我生一个女儿 我叫她 我叫她 我给她名字叫美丽 她最好是美丽 如果她长得很丑 就不名副其识了 对吗 我真美丽 我信真的 我真美丽 如果她真的不美丽 就糟糕了 所以 所以名字代表什么呢 名字代表他的这三个 但是 今天我们看到 在历史上 任何人都有其中一个 出名的人 有名字的人 第一 他有承受 他的家业 第二 他的成就 第三 名副其识的名字 可是 没有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 这三个条件 都加在一个人身上 除了耶稣 这个人 耶稣承受名字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第二 他为我们 人类成就 一个伟大的事情 为我们人人死掉 第三 他的名字叫 耶稣拯救者 是名副其识的拯救者 今天 时间的关系 我不能三个一起讲 我先讲一个 承受更尊贵的名字 这名字是怎么样来的 耶稣承受 这尊贵的名字 是怎样的呢 圣经跟我们说 耶稣作为神的儿子 圣经说 他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 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耶稣是神 荣耀所化的光威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 拖出万有 他洗净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耶稣是 耶稣的出现在我们的当中 在这个人世间呢 就是说 神对我们说话 所以他承受尊贵的名字 看见耶稣 简单的换句话说 你今天看见耶稣 你就是看见上帝本上 所以他是委任被代表 神的代表来到人的事情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问题是 在世界上之后才承受这个名字 因为菲利比书第二章 第六集到一八集 告诉我们说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 以神为同等强度的 反倒虚极 取了古兔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子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 顺服 以至于是 且死了神的家伤 这里说 他承受的名 比天使的名更尊贵 就言超天使 所有的天使者 神从来对他们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亲自圣明 又指着那个说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儿子 关键在这里 耶稣的名字 为什么那么尊贵的关键在这里 我今至圣明 这个今字啊 是指哪一天呢 父妹们 这个今字是指哪一天呢 然后我们还没有讲这个问题之间 我们看圣啊 在希腊有文叫做 Genao 一说 接生的意思 接生的意思 圣经讲我今日生你 这里指的是今日 是几时呢 是耶稣几时出生呢 很多人以为啊 耶稣的出生 不是耶稣诞生在马历草 这个马在马草里面的那个单身咯 圣诞节啊 那个时候 不是的 神的儿子 当神不是 不是在他去下 人的样式 因为他和天父很早很早就 过去永恒里面已经有存在了 我今日生你 上帝对着耶稣说 我今日生你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不是指着他去下人的样式 那一天 而是 复活生天的那一天 为什么耶稣要重生呢 因为耶稣背负全世界所有人的罪 不仅那个 耶稣那个 耶稣的那个时代 连来是 也担当的 耶稣在两千年前 那个整个时代的人 他担当那个整个时代的人的罪 但是接下来耶稣之后的每一个时代 包括今天 他也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 因为这样所有的罪都在他身上 他就以天父而绝了 他代替了我们属灵的死亡 他的灵下阴间取代了我们该死的位置 大家讲 耶稣代替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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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 我今日生你 如果你有圣经 你打开西伯来书第五 第十章第五节 如果你刚到明神 你自己圣经看 这边西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 他讲什么 很重要的一个经文 你看一下 所以基督来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神啊 基督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看到没有 耶稣的身体 是上帝一辈 然后呢 接下来的新 接下来的 经文 这个经文写出啊 是死路行传第四章 第九节 第十章 对啊 不是 我没有写到 没关系 这个经文在西伯来书中 神已经向我们做儿女的饮念 叫耶稣复活了 正如诗篇第二篇上 记得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至生你 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 他是引用 诗篇第二章的经文说 你是我的儿子 今至生你 原来今至生你啊 是跟耶稣的复活有关系 原来今天 在西伯来书中讲的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至生你 不是讲到耶稣的诞生 而是讲到耶稣的复活 为什么耶稣复活 在用到耶稣的名字都重要 因为 如果 上个礼拜给他们上课 他们也知道 全世界 是公认的兄弟妹 全世界 不管你是佛教徒 只有耶稣复活节 只有耶稣复活节 没有释迦摩里佛 复活节 也没有 也没有摩罕默德 复活节 唯有耶稣复活节 而且这个字 只是公定在你的 Glander里面 耶稣复活 今天你 不管你 相不相信耶稣的话 耶稣复活是一个事实 从来没有讲是 摩罕默德复活 佛主复活 官公复活 大复公复活 但是有耶稣复活节 复活节呢 代表着这个人 这个神啊 你可以信靠这个神 而他的名字 因为 阴间的全病 不能胜过他 他的生命 他代表我们 取代了我们 进入阴间 去 战胜死亡 战胜了阴间的全病 又复活了起来 为什么今天耶稣的生命 耶稣的名字 那么重要 耶稣的名字 那么人厉 因为他代替了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代替了我们 在西伯来书 第2章第9节 他说 唯独 唯独 见那成为 比天使小利点的耶稣 因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贵 荣耀的贯为贯免 叫他因着神的恩 为人人 尝了死位 圣经讲 为什么耶稣的名字 这么尊贵 这么荣耀的 因为他为了我们 人人 尝了死位 肉体上的死 如果你今天犯罪 人家常常讲的 我是 我是 英雄 好汉 如果我做错事情 不是一命比一命 问题是 肉体上的死 不能救我们 耶稣为我们 呈伤的死 不是肉体上的死而已 如果今天耶稣定在死的架 为我们死 没有什么可 没有什么厉害的 问题是 耶稣为我们死了 死的架 他定在死的架上之后 第三天 他复化了 这个整个动作 代表什么呢 这整个动作代表了 你和我 死的时候有盼望 我那天 在雅各的丧礼 在雅各的那个 罪负礼拜 那包括他们拿去火火的时候 那个火葬礼事的时候 我跟他开玩笑说 以后我死的时候也是这样烧掉 可是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 不用浪费一个位置 装在那个骨灰里面 然后就放一个地方 占 占人家的位置 你要的话 可以帮我做一样东西 这是我的遗验 如果我死掉的话 把我的骨灰 再大开就好 不要乱撒了 会被捉了 他们是有一个方式的 就是你用百步包起来 你丢上去 它慢慢散散散就可以了 是这样做的 哈 记住啊 但是如果你不要这样做呢 还有一个方法就可以 你们每一个人拿个小罐 然后呢 就把我的骨灰 装腿器 然后那个小罐里面 写着一个经文 我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磨磨了 开玩笑啊 OK 这是一个开玩笑 所以呢 耶稣 死了 又复活了 因为 这复活代表 祂死不能 死亡不能 掌权祂的生命 死亡不能 不能控制耶稣 今天我们的心严重 为什么我们的心严重 因为我们基督徒不怕死 基督徒也不怕死 死之后该何去何从 死是怎么样的一个悲哀 你看基督徒对死亡 对上你呢 是很很开心的 很开心的 来来 请进来坐 进来坐 进来坐 欢迎你进来坐 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了圣经刚才说的 耶稣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 安哥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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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什么呢 兄弟们 我们看到 耶稣呢 从死里复活呢 他就是 我们所有基督徒的代表 他耶稣是第一位 成为重生的人 我们也需要重生嘛 信耶稣重生嘛 是吗 耶稣就代表了所有的人类 做第一位重生的人 为什么耶稣的灵魂 必须重生呢 因为呢 过去以来 这个神啊 三位一体的真神啊 从更古到 到耶稣来到的世界上的时候 是从来没有离开过的 包括就算耶稣 便来到的世界 用人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 他从来没有跟天父离开过 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 常常跟天父沟通的 但是 耶稣在那一撒那 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 他背负了所有人的罪 所有人的罪都 当当在他的肩膀上的时候呢 直到一个圣洁的神 Imagine啊 想一想啊 一个从来没有犯罪 圣洁的神 当当所有全世界的人的罪 在他身上的时候呢 难怪耶稣在历史架上 他讲他一句话 我的神啊 我的神啊 为什么你离弃我 因为连圣洁的天父都不能 不能够看这个耶稣的脸 因为他充满着我们的罪 他太递了我们 他取代了我们 所以呢 我们看到耶稣的死 死亡真的很重要 因为他战胜的死亡 能够有复活 我们来看最后几个 圣经中呢 有讲到死啊 不只是一次讲到死亡 死亡在圣经里面 是有常常强调的 圣经的三分之一啊 都讲到死啊 哎呀 我们不讲死啦 绑当啦 死啊 不讲的啦 但是耶稣在圣经里面 要强调死亡 而且要我们认识死亡 让我们了解死亡 圣经里面有几个死亡 讲到死亡 第一 灵性的死亡 你的灵魂 然后第二 就是肉体的死亡 就是人的 每一个人都会生老病死 OK 第三 你死了之后 不要 不是哎呀我死了 你死了白了 算了 圣经讲你死了之后 死后还会有审判的业命 所以你看到没有 圣经给我们列下来 有几种的死亡 我们来看 今天我们看到灵性的死 灵性的死就是灵命 灵性的死就是灵命的道转 就是 是道转 今天你认识耶稣 接受耶稣 成为你个人的救助的时候 你的灵命就活了起来 今天你还没有信耶稣 你的灵命是当转的 灵性上的死 圣经讲告诉我们说 你们死在做过犯罪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灵命是死的 没有意义的 是好像行尸走路这样 你必须要有重生 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救助之后 你的生命才能够活过来 然后第二 圣经在创世纪的时候 上帝在人类还没有跌倒的时候 给了一个第一个解离就是 只是分散的果树上活子 你们不可吃 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 事实上他们说 如果你读圣经的话 亚当罗斯要往吃掉 我们的分散的果树之后 的时候呢 他们有死吗 他们没有死 亚当才活到930岁 原来这个死 不是是肉体上的死 这个死是灵魂的死 你的灵命死掉 以前你能够 如果亚当的时候还没有跌倒 还没有 跌倒坠落的时候呢 他能够跟神 与神面对面讲话 今天你看不到神 不是因为神没有存在 是因为你的醉生的缘故 是因为我们肉体是带着醉生 我们不能够直接看到上帝 今天耶稣在我们当中 在七月那时候 祂也在我们当中 圣经在我们当中引醒 为什么你遭到呢 因为你 你的身体徘徊 因为犯罪 把我们跟上一隔绝了 我们灵命死掉 我们被灵界的东西不理他 所以你们不要告诉你 我常常强调 你可能在牧师里讲过了 没有讲 但是我告诉你 我还是强调 你活着的现在的世界 是空虚的 你活着的世界是暂时的 我做小孩子的时候 我们还有 那些人比较长辈 就明白我在讲什么 就明白我在讲什么 那些人比较长辈 就明白我在讲什么 那些人比较长辈 我们还有那个叫做 属灵的世界 比我们物质的世界更实在 更存在 很多事情的发生 在你的生命当中 不是偶然而发生的 它跟属灵的灵界 跟属灵的世界又关系 所以宗姐妹 你必须要认清楚 你今天的灵命如何 如果你的灵命是死的 你完全对属灵的事情 没有失去 你曾经有一个信徒 有一个教授朋友跟我讲 牧师啊 你为什么你每个礼拜 来到教会都跟我讲 属灵属灵属灵 很闲的咧 我们要享乐 我们要享乐 世界是享乐的 跟他们讲属灵属灵属灵 我不要那么属灵可以吗 信耶稣不必要这么属灵的 我就跟他讲 你的整个人生 整个人生的成功和失败 不是你赚多少钱 或者你一辈子有多少的成就 而是你的灵命有没有活过来 如果你的灵命 你的属灵生命好 你整个生命就对了 你做任何东西都能够顺利的 很多人的那个持续当转 做很多东西没损 赚很多钱的 日业都拼的 日业都开OD赚钱 可是他的口袋总是空中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口袋有洞 这边不是真的有洞 因为很多坎陶 不是儿子生病 又不是有人 又不是有车子坏掉 屋子漏 漏 很多的我们活人讲的衰 我们活人讲的假 都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不明白我们努力赚钱 我又没有赌 又没有炊 也没有嫖 为什么一直没有钱呢 这就是我和他人讲的 有很多东西都是有他的道理 是我们找不到那个原因 那根源来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呢 你的灵命必须要对 你的属灵生命必须要对 你所有的持续就对了 如果你灵命不对 你的属灵生命空虚大转的话 难怪你遇到很多麻烦的问题 今天的东西 很多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不是偶然 它是跟你的灵命有关系 然后呢 这就是这几个 OK 然后第三 圣经讲 更多后书第五章的三个星 就是说 神死在无罪的时候 耶稣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祂里面 成为神的义 今天你不用再担干你的衰 你也不用担干你的轿 因为那 上帝使那个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 Amen 哈利路亚 你不用再担当的 你只要把你的心门打开 接受耶稣 然后信耶稣要跟从祂的话 以继续来活着祂的样子出来 你的生命就改变了 难呢 信耶稣是耶稣定下来啊 连三岁下来 才能够做的事情 然后也说 五十度万一 我信到耶稣 我的生命没有改变 那怎么办 我还是要犯罪怎么办 我还是讲骗话 还是我情敌怎么办 不用担心 这不是你该担心的事情 也不是我该担心的事情 你看我 很多人跟我那么久了 我有叫你不要赌博过吗 我有叫你不要讲骗话吗 我叫你不要去管你人吗 我从来不会跟你讲一样东西的 因为我相信一样东西 上帝的能力一定有的 如果讲道有能力 你的生命一定会改变的 我不用去叫你 不可以打人 不可以杀人 不可以堵货 不用的 你来教会上帝自然 你改变到你自己的 不止 我以前的 如果你得会信耶稣是难的 我信耶稣应该很难 我这样背景 如果你都知道 我背景的人是 残黑社会 我开声音啊 开讲话 第一句话 一定问候人家主线三代的 如果没有问候人家主线三代 很难讲话的 这是文化来的 我的文化来的 所以你想象看 我来教会是多么难 那个姐妹来讲话 弟兄来讲话 啊 哈哈 你不敢讲话 但是我告诉你 上帝很奇妙的 我挑战上帝 我奉耶稣的名字 我十岁就开始抽援 不用教的 学坏不用教的 骗人 这个人啊 那个人坏啊 会学坏 就是骗人的 坏不用学的 我自己去跑去那个mama store 买香油 十五岁就开始抽了 抽到十五岁 十五岁那一年了 我抽香油 是大包的两包 小包加一包 恐怖吗 恐怖 我每次都想要戒 但是不是戒 ok 吗 是get 越吃越多 越抽越多 ok啊 好啦 我就把男的给耶稣 我看着耶稣怎么搞定我 耶稣啊 如果你不要我相信 你ok啦 你把我香油戒掉啦 戒掉之后呢 我就 信你了 我知道这个是难事了 我戒八次不能成功 这是第九次 耶稣你改变我的香油 我就相信你了 我根本不相信 因为我知道这不能做的事情了 好啦 不讲了这句话之后呢 我也不会祷告嘛 讲了这句话之后 我也没有刻意买香油 放在我的面前 这样摊着 以前戒香油是三天 我讲过这句话之后啊 我两个星期没有想到 要去买香油 拖开什么 被吵起来了 哎 这耶稣不是开玩笑的 然后过了两个星期 这个 这个 欲望啊 欲望啊 又有债啊 又来 然后就说耶稣 我不会祷告嘛 说耶稣 如果你要给我看见你的话 你就去坐下去了 每一次阴眼来的时候 我又每次这样讲 今天信仰耶稣二十三年了 我一跟三年都还没有做到 没有 再回去回去仇 更奇妙的不是借相言 奇妙的是我的脾气 以前我的脾气坏到都得了 我妈讲我两句不爽 我就把意思这样子里回去了 脾气坏到半命了 粗话 骂的 是我是 就是 讲粗话 我是一流 我是专家 但是我去了教会 我只是求耶稣改我的相应 但是 上帝给我 我没有求的东西 我的脾气 改变了 我的 我的粗话讲不出来 今天讲的是赞美耶稣的话 你看我 我跟那些外邦人常常去跟光临开会 我很习惯跟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 哈利路亚阿们 他们看着我 他们没有这样习惯 我跟没有信耶稣的讲哈利路亚阿们 到最后 现在常常跟光临日报的同事开会 他们也习惯去 哈利路亚阿们 你没有做我开始的祷告 他们也跟着我开始来祷告你 没有信耶稣的人 这个影响立在那里 这影响就是在你生命 我不是故意做出来的 你的生命的改变是耶稣自然改变你的 所以你今天信耶稣 你的责任就是信耶稣 信了耶稣其他让耶稣来靠点 让耶稣为你烦恼 你的问题阿 你认为不能胜过的问题阿 难处阿 让耶稣来谈谈 我们最后来看 灵性的死亡 灵性死亡包括什么呢 第一在哪里呢 第一 以神隔绝 失去交通的功能 今天你看不到神 你心灵不能 哎呀我不是不要信耶稣 如果耶稣出现在我面前 我就信了 你不能 你再求一百次 耶稣也不可能出现在你面前 因为你的罪性 你的灵性死亡 你跟神隔绝 你失去了功能的 失去交通的功能 第二 什么是灵性的死亡 被罪捆绑 令你毫无自由 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讲 他们跟我讲 你们做基督徒很百般 做什么都不可以 我们没有信耶稣的人 要凑冤就凑冤 要玩女人就玩女人 多自由阿 那个年轻人跟我这样讲 我就说 你认为自由吗 自由不是 自由的定义不是你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叫自由 而是你很想做 你能控制它 不去做 这才是真自由 如果你不能去控制的东西 叫魂法 不要看女人 不要看女人的眼睛 这样 这叫魂法 当然看女人没有错 看女人散罪才错 不要看女人 你不能控制的 这样叫物质自由 叫魂法 你生命必须要得到自由 真的自由 才是真正的自由 所以 不要被罪了魂法 第三 但 充满 撒旦的本性 没有神的 性情 我敢讲 我不讲别人 别人 我讲要得罪人家 我讲我自己 我看回我自己的生命 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的生命正好像禽兽的不如 我不懂得爱惜我的妈妈 我不懂得孝孙 我不懂得很多的东西 但是我信了耶稣的时候 我开始 越来越感觉到 比较像人一样 越来越懂得有神的心情 因为我灵性活过来 我知道什么叫 基督教不是尽量做好事 做好人 然后做一个有道德 有道德的生活 不是这么样的 基督教信仰 是让你得到 丰盛的生命 能够让你能够去体会 人生的意义 能够做一个比较 人该的责任 今天我养一只狗 很可爱 它跑来跑去 它跟我把人家 很可爱很可爱 但是呢 如果外面有人来的时候 它脸飞都不会飞 它跑过去那个 进贼的那里 那个贼摇尾巴 然后跟那个贼玩 这个狗已经失去它 看门的功能 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们失去要做人的功能 当然基督教不是叫你如何 在做好 而是你的生命的功能 所以 耶稣的名 承受更尊贵的名 因为 我上帝把他生出来 生出来不是因为他的降神 而是耶稣重新复活的时候 他的名字就更尊贵了 因为他战胜了死亡 战胜了阴间 第二 今天耶稣的名字尊贵 他代替了我们死 该死的本来是我们的 但是他担当了我们的罪 且定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担当所有的罪孽 第三 灵性的死亡 他不只是 战胜了灵性的死亡 代替我们灵性的死亡 而是把我们从灵性的死亡救出来 使我们能够在灵性里面得到复活 阿们 让我们再做个照片